在黎巴嫩执行国际维和任务 我的作业点沿线 常年埋着50万克地雷 因为这里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南线 黎巴嫩国内政局动荡 时常遭受恐怖袭击 在这里每行一步都有生命危险 我和战友们无论是深入南线 栽住南桶 还是进入离异高度敏感的淡水河 进行清理作业 都尽我们的努力 使这里变得和平 在黎巴嫩当地 村民们见到我们就会笑着呼喊 Chela Good 我觉得 我和战友在黎以南县 交住的一个个和平封碑 将成为世界和平路上 一块块铺路石 我是李小荣 一名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人 中东地区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 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石油资源 成为战略要地 而这也让黎巴嫩成为这个区域 局势最为复杂 战事最为频繁的国家 为了维护地区和平 1978年3月15日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护部队成立 2006年 中国首次派出赴黎巴嫩维护部队 2015年5月 我国应联合国要求 再次向黎巴嫩派出一支 由200人组成的建筑工兵维护分队 李小荣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当地的枪支都是很泛滥的 人家有专门的枪点 当时就有两个小孩 有十三十四岁 估计 然后就拿着那个枪指着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子弹 他就指着我们 就感觉那个形势非常的严峻 不容乐观 黎巴嫩从1975年爆发第一场内战以来 就一直战乱不断 随着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等国家陆续爆发战争 大批难民逃至黎巴嫩 这里已经成为全球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 难民问题 种族冲突 恐怖袭击 对于这个常年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而言 更是雪上加霜 如今黎伊两国虽然已经停战 可小范围的交火却从未停止 因为以色列在二战复国后 他们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大成功 这里面主要的教派就是郑主党 郑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经常会有小摩擦 郑主党是黎巴嫩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以色列大规模建军黎巴嫩期间 郑主党把以色列视为头号敌人 通过武装活动反对以色列 郑主党主要控制着 与以色列接壤的黎巴嫩南部 因此这片地区火药味十足 而中国建筑工兵分队的营区就设在这里 就在李小龙他们刚刚驻扎下来的第二天 再去营区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郑主党与以色列军队发生了交火 当时地都震动了 震动了板方也是晃动比较大 就像放礼炮一样 声音大了 说实话那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后怕 毕竟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 尽管李小龙接受过相关训练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战火 他还是感到心惊胆战 大家按照提前演练的步骤 刚刚进入隐蔽所 以色列的战斗机就已经飞到了里巴嫩境内 战斗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 那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 谁也说不准 他什么时候就开始轰炸 因为那个当时发射火箭弹那个地方 离我们营区就只一公里 交火持续了四个小时 最后经过联合国调节 双方才停战 当地人对这样的场面早已习以为常 可是1988年出生的李小龙 却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2006年底 带着父亲望死成龙的棋盘 李小龙入伍来到了部队 而他也没有让父亲失望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 短短几年时间 他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挖掘机操作手 经过层层选拔 李小龙获得了这次出国违和的机会 但是当部队公布违和人员名单后 却遭到了妻子的反对 特别是我小孩还小嘛 因为我们组建的时候 我小孩才五个月大 他也通过新闻嘛 那些肯定也知道能面对形式 一些局势 当时的李小龙向妻子保证 自己一定会毫发无损地回到他的身边 可是面对战争 开始思念远方的亲人 想到万一自己 比如说牺牲了 家人怎么办 自己的小孩还小 平时也没怎么照顾 确实是还是挺担心的 2013年 朱利巴嫩维和的葡萄牙 和土耳其的建筑工兵分队撤离 两年内积压了大量的工程 南县栽庄就是其中之一 以色列军队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22年 一直到2000年才撤军 之后联合国在礼仪边界上 划定一条长约120公里的临时停火线 这条线被称为蓝线 蓝线只是一条图上标志线 而中国维和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是通过修建蓝色的借桩 实地标记蓝线 栽桩看似简单 但是在这条地雷密布的蓝线附近 却是危险重重 太多了 50多万枚 100多公里的轮带布了50多万枚 对 确实很多 经常我们在作业的时候 一米之外都可以看到裸露的地雷 多年战乱 领离以边界埋下了数以十万级的地雷 之前的维和人员曾经开辟出一条两米宽的钦牌通道 李小龙他们每天就是行走在这些通道上进行栽桩 我们栽桩的那个通道是很多年以前开辟的 当地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 那可能当时的受雨水冲刷 以前的雷的位置可能发生移位 有可能已经会冲到雷通道里边 多年来在排雷和灾桩的过程中 已经有14名维和人员死亡 49人受伤 尽管来到此地后的种种危险 让李小龙心有余悸 可是作为一名维和军人 他却必须迎难而上 蓝桶的位置是由卫星定位标记出来的 很多地方机械无法到达 胶住一根蓝桶 需要十余吨混凝土 因此施工所用的石子 水泥 沙子等 全部都有官兵人力搬运 李小龙是挖掘器操作手 当挖掘器到达不了栽桩地点时 他就主动和战友们一起搬运施工材料 两边都是有铁丝网的 一不小心就把手边那些地方刮伤流血 反正也热 都汗一直流 基本上从早上去的话 你内衣都是湿的 一直到晚上走的时候 回车的时候都还没干 你瘦点伤那些 那汗水一直流也没啥感觉了 每天搬运材料 官兵们的手上 胳膊上 背上 都是血印子 小口子 但是这在离异边境上 身体的伤痛和生命的安全比起来 是那样无足轻重 林小龙每天晚上回来 都有一种极吼余生的感觉 可是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又会义无反顾地回到自己的岗背上 在黎巴嫩执行国际维和任务 我的作业点 沿线 常年埋着五十万颗地雷 因为这里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南线 在黎巴嫩当地 村民们见到我们就会笑着呼喊 China Hood 我觉得我和战友在黎以南线交注的 一个个和平封碑 将成为世界和平路上一块块铺路石 我是李小龙 一名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人 提到蓝线当地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进入蓝线就等于是上了战场 因此 李小龙所在的建筑工兵分队 在蓝线作业中表现出来的胆大心细 坚韧勇敢的精神 给联合国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联理指挥部又赋予建筑工兵分队一项特殊的任务 清理当地的瓦扎泥河河道 这个建火也是蓝线上 边境线上的一条河流 然后这两个轨家也自于这条河瓦扎泥河 画的那个边界一段距离类 然后这条河是淡水 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 它是水壁有贵 因为地中海的水盐分很高 然后只有淡水 淡水可以实际饮用的 所以这条河两边的有很多村庄林地 大家得取了个水的资源 边境线上的瓦扎泥河是高度敏感的区域 这里聚集着很多武装势力和各国的难民 他们经常因争夺水源发生交火 为避免违和官兵在作业中引起误会 发生冲突 连理指挥部要求李小龙他们不配枪不录像 这些资料是连理工作人员被存档留下来的 当时我在河道里面进行机械操作嘛 作业的时候 然后岸边反正也是有很多人嘛 有当地的群众啊 还有游客 就看到岸边有大概五六个人的样子 就表情啊那些不一样 动作都不一样嘛 就气势汹汹的 就冲到我的 我在河里面 就我作业的前方岸边 然后就突然就拿着枪出来指着我 李小龙的任务是清理瓦扎尼河上私建的水池和堵塞物 缓解下游村民的饮水困难 因为水源稀缺 很多沿河居住的人看到商机 开启了农家乐 由于各家门前蓄水量的多少 直接影响着生意的好坏 所以河道上的蓄水池越修越多 越修越大 造成下游断流 我们要去清理河道的时候 就要把它在那拦截的水 把呀 这个的 拔除掉 后来这个拔除掉以后 把河道清理以后 他们要要求我们给它恢复成 他们原来的样子 当时我们接到的命令是 就把这个河道清理干净 农家乐老板站在岸边 勇强威胁着李小龙 要他将蓄水池恢复原样 可是并没有接到停止命令的李小龙 依然操作着挖掘机作业 下铲的时候 就听到一声枪响 然后我一晃一眼的话 就看到了那个旁边那个石 一个小石头被打飞了 然后看到岸边嘛 人家那个就是拿枪指着我机械的 然后打了一枪 就是让停止作业 就是不让干了 这时有两个人快速朝李小龙走来 拿出了两支枪 一人一支枪嘛 有一支长枪 一支手枪 然后就对着天空打了一枪 农家乐老板两支铭枪 勒励李小龙恢复蓄水池 可李小龙并没有照做 不害怕那是假的 内心肯定都是害怕的 但是那种情况 毕竟还有那么多人 还有那些游客 还有其他国家的那些 我出去嘛 都是代表着中国军人 我不可能是表现出很弱弱 我形象要维护好 中国军人的气质 勇气 不能丢 最后黎巴嫩政府 派出警察和政府军 来处理这件事 河道清理工作 才得以继续进行 然而危机刚刚解除 李小龙却又马上面临着 另一个难题 瓦扎尼河一半属于 黎巴嫩 一半属于 以色列 李小龙在清理过程中 既不能改变 他的走向 也不能改变水流的分配比例 更不能在施工过程中 将原有河道挖宽 爬深 我们就在指挥他的挖 就是主要是防止他越界 我们就越界 另外就是根据那个哪些石头 可以往那儿清 告诉他怎么走 按照计划 协助施工的两名人员 应该站在挖掘机两侧 指挥防止越界 但是李小龙觉得这样太危险 于是就让战友回到岸上 用对讲机指挥 自己独自在河道内 操作挖掘机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连离了很多人员来 就是各个部门的 最早的时候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就问他们 我说怎么今天来那么多人 然后他那个 我们的那个参谋 就告诉我们 他说人家都是来看你 操作机械的 看你开机械的 我说就一个开机械 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他就说 人家都说你这个机械开得好 就过来看一下 参观一下 联合国的工程官 评价李小龙 不仅有着不怕死的精神 在河道里 还把挖掘机开的 和坦克行进一样流畅 连离官员特意为他申请了 连离司令的嘉奖 这也是中国赴黎巴嫩 维和的官兵 自2006年以来 首次获得连离司令部 颁发的个人嘉奖 其实我觉得 只能说是我只是一个代表 代表着一个建筑分队 代表着中国军人 李小龙和战友们 在黎巴嫩围和的一年时间里 完成栽设十个蓝筒 构筑33个大型防卫工室 清理22公里河道等任务 使连离部队积压多年的工程 得以消重 为此连离部队司令 波尔托拉诺将军亲自颁发嘉奖 表彰中国建筑工兵分队 维和不仅要维护世界和平 还要维护中国军人的形象 今年是我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第26年 这些年里 李小龙这样的一批批维和军人 用不怕牺牲 勇于奉献的精神 用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形象 在很多维和任务区 当地民众都会主动接近 中国维和官兵 他们虽然不认识军服上的文字 但是心里知道 这群壁章上有五星红旗的军人 都是值得信赖的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从不让指挥员 操心的防空兵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从初中文化水平的山里华 到标途专业的精英 成长的背后 她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一边是传统标会手段 一边是新型信息技术 两者相碰撞 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军女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丁放心 有我在 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